23号 3月23号 差一点又忘了 今天又回家了 昨天外边换了一天住了一天又回家 我发现我两个眼之间这么宽呢 日本人这种感觉 挺怪的 那个破地方把我冻的呀 昨天晚上 头疼 山上还好 用被围起来 头疼 一个破暖风吹了根本不管用 小暖风 明天出差 主动申请出差 去北京溜溜 就省得住那个破房子呢 只要是每天还有200块钱补贴 三天就600块钱 一个月房租搞定 靠出差补贴来赚钱的人 这太惨了 我们公司收购 马上要降出差补贴了 今天刚听说所有加班费取消 以前白天晚上加班还有点钱 哎 取消了 取消 取消还要自己写一个签字声明 说这个自动放弃加班费 这一个脑子 真聪明 昨天说明说我们公司要 让下游的供应商 来这个 请我们公司的人去做支持 然后供应商来付这些人的工资 真有脑子 真厉害 哎 没啥意思 又闹到空里面 然后回家 都搬车垫回来 一个小时 有点累了 回家吃点饭 躺沙发上 也不想动 拿手机玩 玩到快八点 然后晃晃悠悠悠 洗漱一下 就上来看咸鱼 又看了二十分钟 差点睡觉了 刚才关灯 还好想起来了 好 今天看一个老外 黑人 有点像是脱口秀 那个名字 剧的就是那种 节目的名字叫 Ask Steve 然后推荐给老婆了 老婆还有点吃着一笔 那个老黑人的表演很倒霉 感觉 脱口秀里边的顶流 没有思想 然后早上拿本诗经 早上我七点二十就去公司了 因为厕所 租过那个破厕所太糟了 不想有点拉屎 去公司拉也干净一点 早点去了 然后拉完屎吃完饭 办公室一边小小厕子湿经 掏出来 抄一抄练练字 写得挺臭的 只要是练练 然后 有一片汗水 或者叫汗广 想不起来了 我觉得 他翻也不对 就是他讲的是一个在 在外打工的 或者在远处砍柴的一个人 或者说在家里砍柴 我刚才看到了有路过的这种女性 他叫游女 汗游 汗之游 汗之游 汗游 游 游 不可 勇 思 就是不可勇 汗水之广 不可 方思 不可以用法子度过去 就远远的看到了嘛 你不能追也碰不到 所以表达了一种感觉 然后又在那砍柴 是不是 如果要 追追那个女的的话 要先把马喂毛 喂饱 然后最后一段是 要追那个女的的话 要先把小马喂饱 好像很灰心的调皮了一下 连马 连小马都没有 类似于这种意思 他这 实际上是因为他 流传的比较古老的一些造型 所以虽然这文字比较简单 那么可以形容他为川普 如果现在有人写下来这样的诗 就可以没有人会认可 所以这个famous是因为被普遍的认可 因为被说的多了 就厉害 像这些流量明星什么的一样 只要是这个被 有槽点啊 被多的人关注 你就会出名 不行了 快到了 上不开眼了 明天出差去北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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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